好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 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 在此外时间教会吴鹏 好的 俄议会商院通过暂停旅行 中岛条约法案之后 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火药味建农 北约将会采取哪些反制措施 新的一轮军备竞赛的风险有多大 来看媒体的报道 路透社 北约与俄罗斯目前可以说是针锋相对 近日北约秘书长指出 俄罗斯研制的SSC-8导弹 违反了中岛条约 SSC-8巡航导弹具备机动性 可装在核弹头 能打击欧洲城市 如果俄罗斯不能够重新遵守条约 北约就将会面临一个大问题 早在去年的12月 美国就向俄罗斯发出 为期60天最后通牒 要求其承诺销毁SSC-8 现在俄罗斯只有5周的时间 来挽回条约 而如果俄方拒不履行相关义务 北约将会被迫采取措施 予以回应 但是俄方坚称 没有制造集市舍 手中导条约限制射程的导弹 再来看一下俄罗斯 卫星通讯社的报道 俄罗斯坚决不让步 报道中提到 包括北约高级官员在内的 西方政治家 经常把俄罗斯威胁挂在嘴边 北约秘书长在发言中 对俄罗斯的恶意指责 无凭无据 俄方怀疑 北约是将指控作为军备扩张的借口 俄罗斯副外长表示 如果北约针对俄方暂停履行中导条约 一事采取行动 莫斯科将会以军事措施作为回应 那么在美国单方面退出 中导条约的背景之下 北约和俄罗斯之间 直接对抗的风险正在加大 好 下面再来看一下 德国之声的报道 关注到的是欧洲的处境 欧洲处境如今很艰难 中导条约本身是维护战略稳定 遏制军备竞赛的重要国际机制 它的废除将会进一步 严重恶化美俄之间的安全关系 同时将欧洲置于危险境地 北约一直强力反对 美俄退出中导条约 退出中导条约的输家 既非美国 也非俄罗斯 而是欧洲 因为随着美国开发出新型武器 有关在欧洲部署的讨论 将不可避免 而俄罗斯带给欧洲的安全压力 也将会成倍的增长 没有条约的限制 俄罗斯将可以发射到 到达欧洲的导弹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德国美日警报的报道 北约内部出现了分歧 来看具体报道 当前美俄双方围绕着 中导条约的博弈 出现了互相加码的危险态势 中导条约危在旦夕 欧洲的安全恐怕将会受到威胁 对于下一步的具体措施 北约内部却纷争不断 德国方面极力反对 在欧洲部署陆基核武器表示 思考方式不应该 只停留在冷战层面 欧洲应该向美国和俄罗斯 发出坚决反对军备竞赛的信号 但是反对的声音认为 只有在欧洲部署核武器 才能够迫使俄罗斯 放弃新型导弹 这不仅会加剧地区 紧张局势 也会使于整个世界 处于更加不安全之中 好 以上就是媒体教练部分 再把时间交回给英峰 好的 吴鹏 级张局势